omf 大家好,歡迎收看小火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的大鳥摩托 那這是老闆大鳥 哈囉 有網友留言問我說 因為他想找一台適合的白牌機車來做露營 所以請老闆幫我挑選了三台適合露營的摩托車 好 大鳥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三台大概的價位跟型號好不好 好 第一台大概是我們最入門款的 大概是我們國產車的宏家騰騰車 買150 對 它價位大概8萬多塊就可以入手了 OK 8萬多塊 很親民10萬以下 對 再來是偏向比較玩樂主義的一個越野小車 嗯 本田的CT125 它現在的價格差不多是在18萬這一邊 18萬 這就是比較偏向專業一點的越野車 本田的CT150 它的價格差不多是在16萬 所以8萬 18萬 16萬 對 所以價差有到一倍 但是也有10萬以下的車種 所以價格涵蓋很廣 我們來依照它的細節吧 第一台介紹的是宏家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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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我現在腳差不多 用力一點幾乎是平貼在裡面 而且現在還是中柱立起來的狀態 喔對對對實際上會再更低一點點 因為我的體重這麼重 壓下去它會更低 那這台車我看起來有一些改裝嘛 它改了什麼 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把輪胎換成大顆花的巧克力胎 這個胎花身有一公分多耶 這樣子當然在泥泞脫困的能力 對 也會增加 但是這算是一體兩面嘛 在公路上騎就比較不好騎 對當然 這台車如果以露營來說的話 一般就是裝在這邊嘛 原廠也有出一些後貨架 後貨架 可以拿來擴充 可以裝鋁箱啦 裝塑膠箱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喜歡說我是裝布箱保溫袋 我們也可以用捆綁的方式來完成 或者是不是掛馬鞍包之類的 對 這個都已經是很基礎的改裝了 而且擴充性也非常好 它的車體的重量呢 會不會讓你越野的時候倒車不好浮啊之類的 其實像這種車子大概都在100公斤左右 那很輕鬆吧 都是我們一般男生或女生 其實也不太需要費力就可以開起來了 所以這台車應該是裡面最輕的對不對 這台車算是裡面最輕巧最迷你的車種 那動力呢 動力的話 其實這個150cc引擎的馬力 應付我們現在一些爬坡 確實是夠了 像我跟我老婆兩個人雙載 雙載 對 爬一些武嶺啊 爬一些例行財甲路 其實都是綽綽有餘的 其實還有一點最重要就是它的操控性 車子最重要就是懸吊 對 好像它這款車後面中是單槍多連桿的避震 氣震的行程相對會比一些傳統的雙槍 對 或是固定的上下避震的行程會長很多 而且氣震性好非常多 像傳統野狼就是雙槍嗎 雙槍的 對 我們一居到這個地方 而且這樣子會讓視覺好看很多 好看 變速箱呢 5檔的變速箱的 5檔循環嗎 還是國際檔 國際檔 喔 欸 不這樣不錯 其實我不太喜歡循環檔 像以前野狼就是循環檔嘛 4檔循環嘛 一直踩踩踩踩到就空檔又過了1檔這樣子 這個對我來說是加分的 詞比較綿密 照理說加速性能比較好 然後它密詞比嘛 要爬坡的時候你可以用低檔位 它的詞比會比較多 所以讓你選擇 原廠也有標配檔位顯示 所以說就可以免除你這個疑慮的 不知道哪一檔 以前沒有 我覺得這個 這功能方便 然後有N檔的燈嘛 跟檔位顯示 現在都已經做得非常貼心 那這些車都是氣冷嗎 目前這三台我們介紹的車 全部都是氣冷 那氣冷車 特別是越野 速度不會太快 會不會跨下很熱 其實單缸引擎 係數沒有太大 基本上產生熱量才不會太多 OK 不過有一個氣冷引擎 在越野零到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它結構簡單 重量輕 你也不用怕說有個樹枝把你的水箱擦破 讓你騎不出來 那煞車它是前後疊嘛 前後疊上 不過像我 自己在騎這台車 我是有對煞車在做了一些些改裝 所以煞車在越野來說也很重要 煞車 其實你看真的越野車的煞車其實都沒有做到非常的力 因為我們如果說煞車盤太大或者是卡鉗太大 你有時候可能一小小的一按可能它就鎖死了 因為尤其是在濕滑地面 泥土地面 它的摩擦力相對沒那麼大 油箱空間在這樣子越野路易來說重要嗎 油箱空間 你可以說重要也可以說不重要 因為油箱大了 車體就重了 你負擔也大了 一體兩面 外型它其實都市騎也可以嗎 都市騎也可以 其實 我們把它定位成一般我們都市通行的車子 是非常適合的 一物多用啦 你平常 一到五上下班期 假日你可以背個東西 依它的本身的條件 說實在 在山路上也蠻有樂趣的 而且這個 座椅也算是通勤算舒服的座椅 雙載絕對沒問題 然後在 這一台是新款的 新款的ABS版本的買衣服 所以它大概有哪些差異呢 最明顯的就是它原廠的一個小頭罩 這個我覺得看起來 很復古耶 對 頭燈變成LED的頭燈 方向燈也升級LED的 全車LED嗎 全車LED包含著後煞車燈 這個是新款版本 那就是應該貴一點嘛 大概在10萬多塊 所以這個8萬 然後這個10萬多一點 再來就是車友的小改裝 它這邊側價做一個支帶 然後兩邊放了兩個皮的馬鞍包 這樣收納空間就很大 然後只要上面這邊放一個 大連包 這樣其實露營 收納應該就夠了 所以這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 改裝的案例 第二台是Honda的 CT125 我這台車很熱門喔 輕鬆玩樂 對 蠻好玩的一台方卡這樣子 一照結構來 所要跟擋車最大的分就是這邊 有像空間 上下車 跨前面可能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有一些Lady啦 女生他們在穿裙子 在騎乘 在跨越的時候會很方便 對 不過這款車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是不用 離合器去調整 對它是 離心式離合嘛 離心式離合器 你只要直接踩擋 直接換擋 你不用去控制離合器 這非常方便 市區通勤就很無腦 我們當作是舒克達的騎乘固定在同一個檔位 去做操架 你可以更專心在你的 那個路線操控上 所以對新手來說就可以不用煩惱 騎到一半 潑啊 熄火 而且它這款的擴充性 比如說厚厚架啊 就可以去裝載很多的東西了 它就是滿滿的鎖點嘛 沒錯 然後原廠 其實這款車是我已經有把它的排氣管做過更動 不過原廠的排氣管也是這種 上繞式的排氣管 對所以說 在障礙物的跨越啦 射水啊 射水 它就是加分的 因為如果 它前面上繞了 所以不用擔心前面撞到了 而且前面有護板 後面上繞也不用怕過濕或淹過去了 沒錯 而且這款 的排氣管的呼吸管 其實也是做上繞的 呼吸管在哪裡 呼吸管在這邊 可以看一下原廠的設定 原廠設定是拉滿高的 差不多也是在座椅的下面一點 對 引擎125CC 然後它是四速的循環檔的設定 對 坐高我來坐坐看好了 好你試看看 比剛剛的稍微高一點 但現在是 立宗做 但是 是比那個高的 我現在要立宗做的情況 我要墊個腳尖 但是 坐也是改裝品 像這台車我也是 稍微為了想要讓它可以去機車露營 或走出外 我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變動 像輪胎的部分 我也是換成了 巧克力胎 對 然後在懸吊的部分 我也重新再把它強化了一下 增加它的支撐性 前後都改了懸吊了嗎 前後懸吊都改了 都改了 是改高一點還是改好一點 改好一點 好一點的話 第一個坐上去 我們 懸吊會稍微硬朗一點 它的支撐性夠 我們一些行程才不會被騎成 或是我們可能裝裝被重宅的時候 會不會又壓太低了 沒錯 這台車的設定我大概是 走一些比較簡約的風格啦 所以說 像 後視鏡我也是把它縮小了 避免在零到我們有時候 倒車 可能會把後視鏡折死 後面這樣我把它縮小 本來是一個很大 我看有一個感覺它是可以 再放一個墊上去 對就是 可以雙載 比如說它這車的設定是 單人騎乘 不過 也有很多這種 比如說要在後座的雙人的套件 就是在天購它的後腳踏 然後後面的椅墊 它其實就可以做一個雙載的設定 我覺得這台車的精華真的是 改裝品 其實我 當初我看這台車的時候 我是先搜尋改裝品 而且我覺得它系人是 改裝完的樣子 才覺得是 完成品 所以可以說是為了改裝品而買這台車 因為我當時有在釣魚 我看到有人這邊裝一個 側邊桿子 放釣魚竿 哇塞天啊 居然有人可以這樣子 完全打中你的心 對然後我看到有人做護板 感覺這樣根本就是 軍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它應該是 目前市面上改裝品 數一數都多 對不對 其實它這種車 就算你不是走去越野的路上 你單純只有我們市區騎乘 你可以把它改得非常個性化 這款車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可以把它用 依照你自己的喜歡 你自己的特性 改造成你喜歡的樣子 顏色選擇 蠻多的 對 因為很多車就是一兩個顏色 它有幾個顏色 它三個顏色 就一般的傳統的 粉田紅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種 我們所謂的沙漠色 而且是消光沙漠色 這種在野外就很好照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最新的綠色 均綠但是是亮光漆的綠 這種都蠻適合 戶外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避震它是傳統的那種雙槍後避震 那跟 我們其他兩個都是單槍後避震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 當然有分別啦 吸震性來講 單槍是無庸置疑 它是最理想的 又多連感 最理想的效果 然後再來講講引擎 其實引擎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的形式 長得跟我們剛剛的 買150跟CF150 不太一樣 剛剛是大概這個角度 就是水平的 這種我們俗稱叫 臥室引擎 對 它的好處就是說 火塞作動的 方向跟我們銜進的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在行駛的時候 它的震動 會比較小 然後相對的 重心也能夠比較低 比較低一點 重心低 我們在操控上 當然就有它的優勢 再來是輪框 你應該有注意到它跟馬越林的輪框不太一樣吧 越野車就是要鋼絲框嗎 鋼絲框的好處 其實它也是 車子的另外一個 吸震的避震器 對 鋼絲它的彈性好 所以說它在一些 越野路面啊 其余不遠路面 它也可以稍微的 吸收一些震動這樣子 這台就是原廠 沒有改的綠色版本 原汁原味的 這個綠色我非常喜歡 雖然是亮光 但是它的 飽和度沒這麼高 有點灰的均綠 感覺可以隱身在 山林之中 對對對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理解 你前面到底改了什麼 你可以看到 這是原廠的排氣管 也很好看啊 原廠它就已經做一個 上繞的排氣管 就很像改裝的了 然後再來 其實這款車 它真的就是換個輪胎 直接就可以去越野 因為你看它 連原廠的下護板都已經先幫你做好了 所以下護板已經有 連這個稍微護的這個 框都有了 都已經做好了 進氣 在這個位置 拉到這麼高 等於說你要屁股碰到水了 進氣管才會碰到水 沒錯 而且其實以載貨能力來說 原廠這個後盤 我看很多做法就是一個 大防水箱放上去 就全搞定了 大防水箱或者塑膠的硬箱 而且還可以當靠背 所以這個是一個完全沒改的 然後我給各位看一下那個 改到你媽媽都不認識的另外一台 剛剛那一台呢是小改裝 這個可能是 媽媽認得出來啦 這個就是媽媽改又認不出來了 再來基本上 我覺得真的是 包頭包尾全 全改了 來幫我們介紹改了什麼 是不是感覺好像可以裝在 非常多的家當出門 喔這感覺讓我想 可以去騎打卡了 這一台前面車頭的置物架 還有 前面 這個 前面的一個 大燈的護網 護工的部分 當然就是 怕我們倒車的時候 會受傷嘛 穿越零到的時候 我們負資不會去影響 我們自己的手指頭 中間這個 可以在做一些 窄物的東西 後面當然就是做一個 鋁箱 鋁箱 這種東西 都完全防水了嘛 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我們直接放在箱子裡面 那就更安全 就是 原廠貨架沒改 直接放上一個鋁箱 多增加了一個更強化的一個 引擎效物板 這算是升級的儀表板 裡面就很多一些 我們的顯示元素 檔位顯示 全部都有了 前後的避震器 一樣是做一個基本的升級 這邊我們也在多加裝了一個 兩顆霧燈 而且這樣改很棒 還沒簽回家就改 這樣子 老婆比較不會被發現 就以為 原廠就這樣子喔 好有誠意的原廠 你這個ID好像不錯喔 對對對 原廠特飾版 加量不加價 但是其實這樣加 我們今天 改裝品不要講價錢 為了家庭和諧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簽回去的每一台C都是原廠標配 對對對 你看標配這樣子 17萬8 划算划算 CP值很高 好交代好交代 接下來第三台 純種越野車 CRF系列 然後這C也有 150 250 300 那這台車是目前 台灣有在賣最小的 150 而且這台車是大鳥自騎的 可以看到 身經百戰 完全就是傷痕累累 但我覺得這個車就是要有傷痕 它就是要越髒越帥 這種車太乾淨出去 還怕被人家笑 其實150這款車 我特別喜歡騎 第一個 它重量非常輕 對 第二個就像我們剛剛有講過 它氣冷的引擎 特別適合在零到裡面 在那邊 穿梭 它的價格 相對的門檻比較低 對因為你剛剛說16萬嘛 你突然覺得旁邊這個CT125 17萬18萬 還貴了些 突然覺得這很划算 越野車的好處就是 像它這些殼啊 真的 都很耐摔 我身體受傷無數次 車子好像都沒有什麼傷 都只有一些擦傷而已 真的在零到期 有時候我們一個倒車 差10公斤 我們在牽的這個重量 就差很 做了也沒有太大幅度改裝 就是 一樣是前後的輪胎 再把它換成更適合 越野的 這種大顆化的輪胎 這個胎的一顆小顆粒 是我的大墓子這麼大 對 這一種的輪胎啊 它的顆粒 第一個距離比較遠 然後比較深 它在挖土的 挖土的效果會更好 跟排沙的效果也很好 但其實公路就要更小心 公路抓地力應該會下降 當然啦 接地面積就變小了 下雨天應該要很慢很慢慢慢起 可以載貨 我也是裝了一個小小的厚厚架 對 我看這個厚厚架有這樣子的 也有是稍微跨出來可以掛馬鞍包的 像我是覺得 像騎越野車出去 我們就盡量簡單 減輕重量 所以說我就裝了一個比較小的厚厚架 而且不能裝太多 因為如果這裡又裝20公斤 整個重心都變了 對 沒錯 像這樣純種越野車 跟一般的這種 摩托車到底是 差別在哪裡 例如說避震行程 高非常多 避震行程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高度基本上都到我們的腰了嘛 避震器的行程越長 相對我們在跨過一些 坑洞露面的時候 我們的吸震效果會越好 所以我目前1720高 我這邊這樣跨著 左腳是可以平貼地面的 但是其實要很小心 所以這是一體兩面 你要越野好 坐高就會高 車就會高 當然 坐高高一點 離地高高一點 我們跨越障礙物的能力 相對也變高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還有好處 就是一起上去 人就會變瘦 車一大一高 人就變大變高 有這種效果嗎 我覺得有 單槍的避震器 當然 懸吊我們有在 做過一些加強 因為原廠它配的懸吊 稍微軟一點點 我們也是做一些改裝 讓它 稍微支撐性好一點點 它這款引擎 150CC引擎 五檔的 設定 五檔國際檔 說實在就是一個 小巧的引擎 它的動力不大 可是我們在騎林道的時候有時候靠的不是大動力 其實就是一個 線性的扭力 沒錯 而且其實在林道不太會換檔 其實我們都是低檔位在跑 這個坐墊其實 舒服嗎 其實 偏稍微硬一點點 它不算舒服 可是我們真的在騎越車的時候 屁股也很少在坐墊上 讓你休息一下而已 長城騎四驅應該就會比較累一點 稍微累一點點 因為它的 座位稍微窄了一點點 當然我們在坐的時候 屁股可能久一點就比較痛 因為它這樣設計是讓你說你在 半蹲上面的時候 能夠透過屁股移動重心做平衡 做修正 還有我們在雙腳大腿在夾持的時候會比較好夾持 而且它如果它再寬的話 你的腳就更碰不到地了 沒錯 三彈裡面裝甲能力是最弱的 最弱的 因為它算是一個偏比較純種 越野的車種 所以說它的載物能力就不是它的主要強項 對 排氣跟進氣 因為看到越野車排氣管其實都是在蠻翹的位置 哇這根就是我的屁股的高度 對啊 排氣管高度 其實就像我們開越野車 我們 最怕就是水坑從排氣管那邊倒流進去嘛 所以說排氣管在越野車的設定一定都是 比較高的 這個如果到 你射溪到這個高度人都過不去 到我的腰耶 對啊 它的射水能力算不錯 而且進氣 進氣也是在我們的坐墊 都非常非常的高 哇這幾乎居然就是我騎上去人 醃一半的他都還過得去 當然 這個什麼 你有注意到這個東西吧 這個是我們騎越野車還蠻重要的一個拉車繩 有時候我們可能已經騎到可能 無法脫困 或後輪打滑 已經沒辦法再前進了 我們可能就需要有人從這車頭幫你 帶一點動力 拉一下 幫助你脫困 那油箱看起來在這邊 油箱感覺不大 油箱大概也是 5公升到7公升 一個迷你小油箱 你也是為重量考量嗎 當然 然後他到底 為什麼震勾就是為這個距離對不對 對 其實你看我們的離地高 其實說真的是蠻高的 差不多有 40公分左右 30-40公分一定是有的 通常一半車可能就一半的高度而已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 原廠的黑 算是灰加一點豬肉麵臺貼紙 那這原廠紅 這不錯喔 有三色可以選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台嗎 我喜歡這個 比較跟大地可以融合一點的顏色 那這個黑呢 我覺得黑 如果更多一點層次 會更好一點 我不是很想跟人家一樣 每個都騎紅的 都一樣 完全已經從介紹車在談買車的感覺 沒有沒有 他才在我們不這樣講 這私下聊就可以 但我覺得 三台這個顏色喔 我覺得 讓可以有個性化的選擇 我如果這樣買完 好像加個貨架就全搞定了 可是像原廠它是沒有付 我們剛剛的那種下護板 所以這是怎樣 他反而沒有下護板 那個CT還給你原廠下護板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必改對不對 一定是必改 因為這東西 你從不希望你的油底可敲破 像排氣管改一下 減輕個重量 然後提升一點點的馬力跟扭力 我覺得這是有分別 因為他排氣管很高 等待這麼高重心位置 減少個幾公斤 絕對是有感的 我現在介紹了買150 Honda CT125 Honda CF1 150L 那我們家就準備去外面試騎 試騎看看 大鳥來到我們台中一塊很不錯的地方 很平坦的吐石路 讓你先 從這幾款的A來適應一下 所以這邊等一下有低中高難度 吐石路 有一點凹多段落差 甚至有陡坡 還有算大顆石頭的碎石路 剛好幾種路況都有 我們等一下試試看吧 GO 我們可以進入 我們一邊來 我們可以進入 清水 我們可以進入 Lun Sang 煎湯 以為我們可以進入 中一邊 我們可以進入 雲 或者是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go I'm on bridges All I know I lost along the way Fell between the four Pulling the stitches Time to let go So come what may OK 即便這麼小的車 我覺得這個也是贏了有餘 CT125 第一個最大不一樣的是 坐高A比較高 雙腳沒辦法平整到地 但是它很方便 離心是離個鬆很多 來試試看吧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go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go Burn all bridges I think it's all I know I got lost along the way Fell between the four Win stitches Time to let go OK 到這個圈 油門控制我覺得 因為沒有離合界的關係 我覺得算是讓難度降低很多 然後動力其實也都夠 這個也是不錯 OK 雙腳雙腳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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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to reach for the city lights This ain't where I belong If you're mine What I've become I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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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越野路面 CF真的是很好騎 它其實很輕 也沒有因為這個車比較高啊 感覺比較困難 甚至感覺更容易操控啊 更有信心 我覺得車不錯 好玩好玩 我們先來到這一次 影片測試的大魔王 這個土坡 30度應該有吧 真的更高 應該注意什麼 檔位煞車 這個坡不算高嘛 大概以我們身高比起來 差不多1米4 1米5左右 像是有離合器的車子 我們建議你進坡前 離合器一定要全部放掉 那度度加到你覺得扭力夠的地方 上去之後速度太快 再壓離合器 對 要帶點速度上去 一定要帶速度 因為在坡中起步 一定是最困難的 那直接能讓動力剛好到上面 有多你再用離合器收掉 那不夠的話 油門再多補一點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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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遠一點 老婆你脖 你不要看坡底 你要看那邊 你要看那邊 用身體感情深似 看遠一點的地方 喔喔喔喔 喔好刺激喔 好老婆 我回去囉 好多貓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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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刺激 今天人生跑馬燈 這是今天告訴我 現在看到這個呢 依照我現在技術 我會先放棄 除非旁邊有人在 一個人依照我其實玩這個 目前還太危險了 不過剛剛如果摔怎麼樣 其實老婆會擔心 然後再來防護一定要做好 我今天好險全身防護 剛剛那一摔喔 應該衣服破的破 手中摩擦摩擦 好 我們今天感謝老虎哥大鳥 今天來陪我這個越野菜鳥來這邊玩了一下 還好玩嗎 其實滿好玩 我現在全身都是汗 但我覺得有樂趣 我現在明明覺得全身痠痛 但是不會覺得累 我現在被感 當然就是感覺在那個 病床睡了幾年這樣 舔不太直 可能明天起來 可能就會有感覺了 喔 應該會 應該會 現在那個腎臟腺素發作 還沒有這麼痛 那我覺得學到很多 代表說 其實這三台啦 這兩台雖然不用煩惱倒 因為矮 但是其實在不倒的情況之下 覺得是CIF好期 當然長的行程嘛 它的一個長的行程 懸吊比較優異的狀況之下 真的我們在跨越一些障礙物 輕鬆非常多 對 但我覺得不管怎樣 這些其實都可以滿足 這樣道路的需求 其實我本來覺得這個應該不行的 當然 我相信這些車子應付這種 剛剛你騎的這種路面都可以的 一般我們去一些林道探險 探索一定是沒有問題 其實這樣 剛剛這樣這個 陡上又馬上陡下 我去過一些林道 也很少這樣子 非常少 這個算是給你一個基本功練習 對 以後遇到任何事情 任何地面 應該都是如履拼地的 但我覺得這個很棒的經驗 我如果今天沒有來這一次 下次碰到這個 我就直接衝上去了 下次看到這個 我可能知道 這時候沒有你們在 放棄比較好 要不然如果摔一下一個在野外 我覺得有風險啊 不是年輕的 會負面有那麼快 出去還是有辦比較好 對 而且再來今天我們買的是空車 如果裝滿的 露營裝備20公斤 只會更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循循漸進去練習 而且護具防護喔 真的一定要 那各位覺得有興趣 我去自然車都可以進去考慮 依照你的需求啊 喜好啊 預算 來做決定 那希望各位也有機會可以挑戰看 計車露營 那我們今天感謝大鳥 感謝老五哥 好 感謝各位收看 請帶走垃圾 如果可以 請帶走更多垃圾 謝謝 掰掰 我的頻道開啟會員了 平常每個月繳交一點點錢 30塊 可以在我們的直播聊天室 使用專屬的圖案 在我的YouTube的訂閱旁邊那個按鈕 按下一個加入 就是加入會員的功能 好 謝謝各位支持 謝謝 掰掰